來 我們現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好市多 我們今天要來補貨一下我們的減脂食材 我感覺好像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爸爸 想當天啊 你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好 你沒憂鬱喔 還是他想睡覺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就應該減肥吧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帶大家 跟我們一起來補貨一下 我們好市多的減脂食材 其實好市多非常多食材 都很適合減脂的時候吃 那莉塔 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現在瘦了幾公斤 所以一開始到現在應該有瘦了15公斤喔 我是在你之後才開始的 我目前為止也差不多瘦了7公斤 不是很多耶 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 我們會買什麼東西 然後回家之後呢 我想要用好市多的食材 料理給大家看我們一天三餐都吃什麼 給大家一個參考 減脂的好朋友 就是雞肉 然後我們都會來好市多這邊買 雞腿肉 雞胸肉 然後今天呢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十三香雞翅 這些啊 其實都超好用的 就是你醃一醃啊 氣炸啊 煎一煎 或者是跟著青菜一起炒 都超好吃的 然後牛肉的話我買這個 牛梅花薄切 而且它是Prime等級的喔 但是你看這一個 2.3公斤才1580耶 超便宜的 還是很貴啦 但是比起其他的便宜超級多的 比牛肉來說 嫩尖禮雞牛排的話 大家也可以買 因為它是比較瘦的肉 這個也是我們很愛買的牛健鑫 它超適合拿來滷肉的 這種也很適合 這種台灣豬里肌辛燒肉片 然後還有那種豬排 然後這個啊 你可以煎一煎啊 或是你把它切成小小塊的拿來炒菜 青椒炒肉絲也可以 我們每次來好吃多都會在 蛋白質這區待超久 因為減肥的時候其實蛋白質吃夠很重要 這個豬梅花火鍋片我們也很愛買 料理材也很方便 你要吃火鍋啊 烤肉啊 烤肉啊 或者是炒菜都可以用 然後這樣子一大盒才800塊 今天中午吃這個好不好 好 然後我很喜歡在好市多買 鮭魚 這樣子四片是900塊 完全沒有腥味 然後油脂味道超香 我們買了很多的青菜 好處都其實也蠻多青菜類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偏貴一點點 所以我們那種葉菜類比較多會去菜市場買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會買這種甜椒啊 生菜沙拉 他們這邊生菜真的蠻便宜的 還有小黃瓜 其實我會買櫛瓜 但是因為櫛瓜今天沒看到 蘑菇跟玉米筍 然後蛋白媽每次都會來 我們幫他帶優格 他的優格也不錯 就是很大罐然後蠻便宜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借奶中 所以比較不會吃優格 因為奶製品會讓我們身體發炎 對 取而代之就會喝豆漿 豆漿在這邊買這樣三罐也很便宜 跟大家講不要買這個冷凍凍合的蔬菜 我覺得超難吃 這個冷凍菠菜我超級推的 因為它非常的方便 然後裡面一包一包的 所以一餐大概就是 我們兩個人大概吃一包 然後你只要用蒸的 或是稍微炒一炒家人 就可以吃了 又不會 375包很多包 6包 冰烤地瓜也是超級讚的澱粉 然後冷凍區 我必拿必拿 每次必拿的就是 蝦仁 這個冷凍蝦仁 大家一定要拿21到25的 我覺得 它吃起來很新鮮 Q度很讚 然後又很大隻 好啦我買了超級多食材 這樣的全部 7千塊 雖然說不便宜 但是應該可以吃好一陣子 因為真的很多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用好適度的食材 來料理三餐 來給大家看看 或是吃什麼 剪掉15公斤的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吃下去吧 今天早餐要來做沙拉 熱道 水 水 看 эту水 水 砂糖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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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完成 三餐算是有點分開拍了 所以說今天的早餐算是早午餐 所以說份量有比較多一點 氣炸鮭魚 然後就是煎牛肉片 早餐完成 三餐算是有點分開拍了 其實早餐這樣那種超級快 下面都是沙拉還有菜椒 然後全部都是好市多的食材 外面要賣應該要賣500塊吧 吃完這個早餐就很有活力的出門工作 午餐我會用到這一些食材 我們家剛好剩一條櫛瓜 洋菇 冷凍蝦仁 然後這個已經退冰好了 它就算退冰完也不會縮水 超大隻的 然後玉米筍 跟這個它是冷凍豬肉火鍋片 還有剛好我們家剩下的高麗菜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試試看我第一次買的這個 十三香雞翅 鹽拌跟米酒 燒牙醃一下去心 煉白胡椒 然後切我們的櫛瓜 頭尾取掉 滾刀切 這樣子 吃起來會比較口感 好先來煮這一道我近期很愛的 豬肉片蓋被子菜菜 菜都會用好市多的酪梨油 就是比較好的油 用酪梨油我感染油都可以 然後酪梨油的話它的耐熱度比較高 所以很適合拿來炒菜 好想吃 這樣用來炒菜 炒菜 不滅油 沒有炒菜 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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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小黃玉莒 放開 放空 放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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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面 1-2-3厘米 1-4厘米 1-1厘米 冰糖 2-1厘米 來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 對 下面是高麗菜 然後這個就是蝦蝦櫛瓜 這些啊 全部都放在一起 都是蔬菜跟蛋白質 然後調味其實也都不會非常的複雜 或重口味 如何? 你通常這樣弄啊 準備這樣大火鍋上來 其實如果沒有錄影的話 今天這一桌應該很快很快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澱粉的話就吃滴瓜 這樣就是營養均騰又好吃的一餐 然後你又可以吃飽 好啦 各位 看到這邊有沒有覺得我用的鍋子超級美 我知道你們已經被燒到不行了 因為其實一直也有分享煮菜啊 減肥餐啊 減脂餐啊 自煮料理 都有超級多人在問我 用的是什麼鍋子? 這不就來了嗎? 這次呢 要來幫大家團購這個 超漂亮又超級好用的 Moodie韓系奶茶不沾鍋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這兩款 可以拿來燉東西的燉鍋 跟這個炒鍋 大家前面應該看得出來 它真的完全不沾 就算不加油 它其實也不會沾 你要拿來炒菜啊 煎魚啊 煎肉啊 其實都很適合 然後這個燉鍋的話 我就會常常拿來煮湯啊 或是拿來滷肉 或者拿手菜 或是這一集我會教大家的 牛煎燉蘿蔔 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其實 蓄熱能力非常的好 我自己用下來應該有三四個月囉 我是真的幾乎每天用 它的狀態是非常好 我還剛洗完 它甚至還濕濕的 你看它還是非常的完好五缺 沒有刮痕 蓋子也非常漂亮 上面是這種木的把手 我覺得非常有質感 而且是奶茶色系的 不管你們家是什麼風格 基本上都不會太衝突 重點是它的這個 它這個把手我覺得超級方便的 因為它可以適用於它的各個鍋具 不管是什麼尺寸的 你都可以裝這個 它可以直接裝在你的鍋具上面 你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樣子你就很方便把它移動來移動去 你要直接把它端上餐桌也是沒有問題 甚至是這個生鍋啊 它也是可以夾的喔 我自己是用了很久很久 然後又有很多人問 所以想說這次來幫大家開這個團購 而且它其實不只好用 我覺得好看的話 煮飯起來也會更開心 然後我覺得這種不沾鍋啊 很方便的地方 是它不用開鍋也不用養鍋 因為有些比較高級的鍋子 你要花時間養鍋 對我這個懶人來說 而且我時間都沒那麼多 我會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然後它們都是有添加礦鹽的不沾塗層 所以你可以加一點點油就可以料理 也不會沾 我覺得這樣子對 像我們減肥啊 健康都比較好 不要吃太多的油 然後它這些不沾鍋啊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不沾鍋會不會有自來的危險 但是不用擔心 它用的是天然礦鹽原料的塗層 它最中間是鋁合金的材質 不會產生毒素 而且它們也都是有進入 無毒檢驗合格的 然後它很不一樣的是它底部 是用這個特殊的材質 因為一般的不沾鍋 它可能底部也全部都是這種材質 就很容易黑掉 而且它這個材質導熱更均勻也更快 它們要放到洗碗機去清洗也都是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它的這個把手啊 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它收納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它是可以這樣子疊在一起收納的 登登 所以說如果你家收納空間沒有那麼足夠的話 這個也非常適合你 因為它是可以全部疊在一起 甚至這個把手還可以放進去裡面 然後你可不可以擔心說 啊這個夾子會不會不夠穩 不用擔心 它這個沉重是可以高達10公斤的 然後它們家還有非常多不同的尺寸啊 深度啊大小啊 跟非常可愛的這些小周邊 這個是菜瓜布 超級可愛 這個真的是在韓國超級流行 我去韓國玩的時候 他們那種文青小店都在賣這個 防燙手套 防熱墊啊 然後還有夾子 它夾子也非常好用 那我們團購連結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都可以點開去選購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團購LINE群 你們都可以在上面問我們 然後上面甚至還要會有一些抽獎活動 大家也可以進去參加 而且我有查了一下 它原價其實蠻不便宜的 如果大家有關上這波團購車的話 你是可以用將近六折的優惠買到的 這是我自己長期用下的 因為我是非常常煮飯 幾乎每天煮飯的人 所以用的真的是蠻有心得的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問我 這次推薦給大家 天皮韓系超級美的不沾鍋 那就繼續來看一下 我減子期都吃什麼料理吧 晚餐時間 今天打算用雞腿肉 雞胸肉跟牛腱肉 我減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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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再处理牛肉 把牛肉切块 不要切太小块了 因为卤的时候呢 它会缩水 把这个小 ir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晚餐完成 今天晚餐超級豐盛 青椒炒雞腿 然後還有雞胸肉炒 小黃瓜跟玉米筍 牛腱燉白蘿蔔 全部都是好吃的 這些啊就是非常營養均衡 然後煮完之後明天 又可以繼續吃 今天煮多一點 你看這個燉得超軟的 今天燉得很軟喔 你加一塊 是不是 就是超軟 再來我還是在吃白飯 我的話呢 可能就吃地瓜 馬鈴薯之類的 噔噔 給大家參考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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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